在澳洲,阳光普照的气候,自然形成户外活动的生活形态。 对澳洲人来讲,运动是最普遍的消遣。 澳洲在国际上最有名的就是橄榄球及板球。 夏天打板球,冬天踢橄榄球,这两项赛事可都是澳洲人从小热爱、熟悉的运动。 几乎每个城市都有职业球队,场内球员拼得你死我活,场外球迷也各拥齐队,互不相让。 马克·科恩是澳洲橄榄球队的风云人物。 他在澳洲著名的橄榄球队圣乔治队踢了12年的球,担任过像圣乔治这样优秀的俱乐部队的队长。 他并因为在一次纪念性的活动中,把所有的募款,大约15万澳元,都捐献给了兰德威克的儿童癌症研究所而著名。 这些捐献帮助了很多孩子努力战胜癌症。 他对足球的热爱不言而喻。 12年的职业生涯中,上了9次手术台,却从来不后悔。 这些人很乐意,因为你爱做什么,你会赚钱,你会赚钱钱。 这些人真的有两个大事。 其他人都没有机会,所以他们的勇气和享受, 在面前的一千多人观众,我认为我非常幸运。 我感到这些机会,我都很享受每一分钟。 杰瑞·戴德莫特是马克在桑靠布公司工作时的同事 他说他最欣赏的是马克过人的沟通和组织能力 与他合作是非常快乐的一件事情 他比较 conoc大利者採取的选择 他比较高,在了十五個里 以及真的棒中 Deputy criminal副语文 主持人是最好伤的 他比较跃道华格 竞 Ez一个公司,非常好赢 他比较遍一个人高兴 他比较高兴长 他是他真正在理队的环境 马克科恩有成就的不仅仅在于踢橄榄球这一件事情 难能可贵的是他在从橄榄球队退下以后 居然能够在全澳洲前20名的企业SUNCOP工作 从一个团队小组长在五年时间里升职为行政经理 过程飞速 在马克运动职业生涯中发生过最艰难的事情 就是他被从在高阶踢球 突然被降到低阶球队踢球 马克说那是一段艰难的时光 当时许多报纸头条都在报道这个消息 而且媒体还重点渲染这件事 这是一个很困难的时间 所以运动员的经历也在日后发挥了作用 他选择了更具有挑战性的工作 担任煤炭服务公司的首席执行官 这些经历中让他有了更强的抗压性 他很正确的抗压性 我都很想要做事 他很想要工作 他很想要工作 但他很想要工作 他很想要工作 他很努力 他很努力 所以他知道他会做些事情 他一直以来 所以我会做了一件事 他很想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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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太瘋狂 他也很親切 他只是一個真實的 很喜歡的男人 每天清晨五點半 馬克便出門上班了 一到公司便要查收所有的郵件 一天之中充滿了許多會議 對外馬克需要推廣公司 對內馬克則要領導公司 馬克所領導的煤炭服務公司 致力於服務新南威爾士州的煤炭開採業 為他們提供職業健康與安全培訓 受理工人的賠償福利等事宜 以及實施礦山救援等 煤炭服務公司的組織結構中 所有權的一半歸屬CFMEU 這個機構是代表煤礦工人的工會 另外一半為新州礦產委員會所擁有 它代表了煤礦經營者 所以董事會由來自人數相同的雙方代表組成 通常對公司運作的觀點和做法並不相同 馬克必須平衡好這個關係 並提出最佳的方案 對於未來馬克並不做長遠的規劃 也沒有過剩的企圖心 更不是週末不放假的工作狂 馬克認為只要行事做得正 機會就會自然上門 因為自己擔任過運動員 曾經受過職業傷害的經歷 讓馬克更了解職業傷害對員工造成的影響 在工商中讓職員儘快恢復健康 並返回工作崗位的重要性 因此馬克在培訓中心 規劃了一個礦場的模擬現場 讓員工知道如果發生緊急危難 要如何處理 並提供職業健康與安全方面的知識 週末時間馬克會盡量抽空陪家人 他有一個幸福的家庭生活 這也給了馬克一個強大的後盾 結婚15年來 妻子始終扮演著重要的支持角色 而馬克的三個孩子 也是他最大的驕傲 良好的教育以及紮實的運動生涯 再加上腳踏實地的實踐力 讓馬克有了今日的成就 沒有天方夜譚的傳奇故事 馬克的成功源自於專注的工作 以及一顆感恩的心 昨日的運動員到今天的CEO 把路走正 機會自然來敲門